第十七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诗曰 二龙山是耸云烟,松贵森森翠接天 如虎邓龙真笑剧,恶神杨智更雕娟 人逢中一情天恰,世道巅威至一间 贝秀僧同青面兽,宝珠夺得更周全 话说杨智当时在黄泥缸上被取了生辰缸去 如何回转去献的梁中枢 欲要就缸子上自寻死路 却待望黄泥缸下跃身一跳,蒙河醒悟 拽住了脚,寻思道 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林林一驱 自小学成十八班,武艺在身 终不成指着班休了 笔集今日寻个死处 不如日后等他拿得住时 却在李慧回身再看那十四个人时 只是眼睁睁地看住杨智 没有挣扎得起 杨智指住骂道 都是你这斯门不听我言语 因此坐江出来 连累了撒家 树根头拿了破刀 挂了腰刀 周围看时 别无误解 杨智叹了口气 一直下钢子去了 那十四个人直到二更方才得醒 一个个爬僵起来 口里只叫得连珠见得苦 老都管道 你们众人不听杨提侠的好言语 今日送了我也 众人道 老爷 今日事已做出来了 且通个商量 老都管道 你们有身现实 众人道 是我们不是了 古人有言 火烧到身 各自去扫 风拆入怀 随即解衣 若海洋提侠在这里 我们都说不过 如今 他自去不得不知去向 我们回去见梁中书相拱 何不都推在他身上 只说道 他一路上凌辱打骂众人 逼迫的我们都动不得 他和强人坐一路 把蒙汉药将俺们麻翻了 付了手脚 将金宝都掳去了 老都管道 这话也说得是 我们等天明先去本处官司首告 留下两个余后 随牙听后 捉拿贼人 我等众人连夜赶回北京 报于本官之道 交动文书 身负太师得知 着落济州府 追货这伙强人 变了次日天晓 老都管自何一行人 来寄州府 该管官吏首告 不在话下 且说杨志提住泼刀 闷闷不已 离黄泥刚 望南行了半夜 去林子里歇了 寻思道 盘缠幽默了 举眼无个相识 却是怎的好 渐渐天色明亮 只得趁早凉了行 又走了二十余里 正是 面皮青毒逞熊豪 白送金珠十一条 今日为何行极极 不知若个打藤条 当时杨志走得辛苦 到一酒店门前 杨志道 若不得些酒吃 怎滴打熬得过 便入那酒店去 向这桑木桌 瞪坐头上坐了 身边以了泼刀 只见灶边一个妇人问道 客官 莫不要打火 杨志道 先取凉角酒来吃 借些米来做饭 有肉安排些个 少停一发算 前海米 只限那妇人 先叫一个后生 来面前筛酒 一面做饭 一边炒肉 都把来杨志吃了 杨志起身 戳了破刀 便出店门 那妇人道 你的酒肉饭前 都不曾有 杨志道 带俺回来海你 全舍攒一舍 说了便走 那筛酒的后生 赶将出来 揪住杨志 被杨志一拳打翻了 那妇人叫起驱来 杨志只顾走 只听着背后一个人赶来叫道 你那丝走哪里去 杨志回头看时 那人大拖住脖 拖住干棒 抢奔将来 杨志道 这丝却不是晦气 到来寻洒家 立脚住了不走 看后面时 那筛酒后生也拿条躺叉 随后赶来 又引住三两个庄客 各拿干棒 飞也四都奔将来 杨志道 结果了这丝一个 那丝们都不敢追来 便挺着手中 泼刀来斗这汉 这汉也轮转手中干棒 抢来相迎 两个斗了三二十盒 这汉怎滴滴的杨志 只半得价格遮拦 上下躲闪 那后来的后生 并装客却呆衣发上 只见这汉拖得 跳出圈子外来叫道 且都不要动手 物那是泼刀的大汉 你可通个姓名 正是 逃灾必难受心肩 曹正相逢且破言 偶遇至身同陆利 三人既夺二龙山 那杨志拍住胸道 撒家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轻面受杨志的辩识 这汉道 莫不是东京殿司杨志使魔 杨志道 你怎的知道 撒家是杨志使 这汉撇了枪棒 便拜道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杨志便扶这人起来 问道 族下是谁 这汉道 小人原是开封府人士 乃是八十万进军 都交头连冲的徒弟 姓曹 明正 祖代徒户出身 小人杀得好牲口 挑金寡骨 开拨推弯 直此被人换作操刀鬼 为因本处一个财主 将五千贯钱叫小人 来此山东营商 不想折了本 回乡不得 在此入坠 在这个装农人家 却才造编户人便是小人的魂家 这个拿躺叉的便是小人的七舅 却才小人和智使交手 限智使手段和小人师父 林教头一般 因此抵抵不住杨志导 原来你却是林教头的徒弟 你的师父被高太尉陷害 落草去了 如今现在梁山坡 曹正道 小人也听得人这般说将来 未知真实 且请智使到家少些 杨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里来 曹正请杨志里面坐下 叫老婆和妻舅 都来拜了杨志 一面再至酒时相待 饮酒中间 曹正栋问道 智使缘何到此 杨志把座智使施现花石纲 并如今施现了梁中书的生辰纲仪式 从头被戏告诉了 曹正道 既然如此 智使且在小人家里住几时 再有商议 杨志道 如此 却是深感你的后裔 指控官司追捕将来 不敢久住 曹正道 智使这般说时 要投哪里去 杨志道 撒家芋头梁山坡去寻你师父林教头 曹先前在那里经过时 正撞住他下山来与撒家交手 王伦现了曹两个本事一般 因此都留在山寨里相会 以此认得你师父林冲 王伦当初苦苦相留 曹却不肯落草 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 却去投奔他时 好没志气 因此 愁愁未绝 进退两难 曹正道 致使现的事 小人也听得人传说 王伦纳斯心地偏窄 安不得人 说我师父林教头上山时 受尽他的气 不若小人此间 离不远却是青州地面 有座山换作二龙山 山上有座寺换作宝珠寺 那座山生来却好 裹住这座寺 只有一条路上得去 如今寺里住持孩了俗 养了头发 与者和尚都随顺了 说到他聚集的四五百人 打家结社 那人换作金眼虎邓龙 致使若有心落草时 到去那里入伙 足可安身扬至道 既有这个去处 何不去夺来安身立命 当下就曹正家里住了一宿 借了些盘缠 拿了坡刀 相别曹正 拽开脚步 投二龙山来 行了一日 看看剑婉 却早望见一座高山 杨智道 俺去林子里且歇一夜 明日却上山去 转入林子里来 吃了一惊 只见一个胖大和尚 拖得赤条条的 背上赐住花秀 坐在松树根头乘凉 那和尚献了杨智 就树根头戳了蝉杖 跳江起来 大鹤道 木那戳鸟 你是哪里来的 正是 平江珠宝丹落空 却问宝珠四讨账 要投入四里强人 先引出四外和尚 杨智听了道 原来也是关西和尚 俺和他是乡中 问他一声 杨智教道 你是哪里来的僧人 那和尚也不回说 轮起手中缠杖 只顾打来 杨智道 怎奈这突丝无礼 且把他来出口气 挺起手中破刀来奔那和尚 两个就在林子里 一来一往 一上一下 两个放对 但现 两条龙净宝 一队虎征餐 破刀举鹿半截金蛇 铲杖起飞全身玉毛 两条龙净宝 脚长江 翻大海 鱼鳖金黄 一队虎征餐 奔翠岭 汉青林 豺狼乱窜 足绿绿 呼喇喇 天崩地塌 黑云中玉爪盘旋 饿狠狠 熊啾啾 雷吼风呼 杀气内津津闪烁 两条龙净宝 吓得那身长力壮 仗双风舟触演无光 一队虎征餐 惊得这胆大心粗 失血刃便装魂破嗓 两条龙净宝 眼珠放彩 围百的水母垫台摇 一队虎征餐 野兽奔驰 升阵的山神毛发树 花和尚不饶杨智史 敌死交锋 杨智史欲捉花和尚 射击力战 当时杨智和那和尚 斗到四五十和 不分胜败 那和尚迈个破绽 拖得跳出圈子外来 喝一声且歇 两个兜住了手 杨智暗暗地喝彩道 哪里来的和尚 真个好本事 手段高 俺却刚刚地指敌得住他 那和尚叫道 悟那轻面汉子 你是圣魔人 杨智道 撒家是东京智史杨智的辩士 那和尚道 你不是在东京卖刀杀了破络护牛二的 杨智道 你不见俺脸上金印 那和尚笑道 却原来在这里相见 杨智道 不敢问 师兄却是谁 人和之道 撒家卖刀 那和尚道 撒家 不是别人 俺是延安府老众 精略向公帐前 军官鲁 提侠的辩士 魏阴三拳打死了 镇关西 却去五台山 静发未僧 人献撒家 背上有花秀 都叫俺做花和尚 鲁智深 杨智孝道 原来是自家乡里 俺在江湖上 多闻师兄大名 听了说到师兄 在大象国寺里挂搭 如今何故来在这里 鲁智深道 一言难尽 撒家 在大象国寺馆菜园 欲助那豹子头 林冲 被高太尉 要陷害他性命 俺却路见不平 直送他到苍州 救了他一命 不想那两个防送工人回来 对高求纳斯说道 正要在野猪林里 结果林冲 却被大象国寺卢之身救了 那和尚直送到苍州 因此害他不得 这执娘贼恨杀撒撒家 吩咐四里长老不许俺挂搭 又差人来捉撒家 却得一伙泼皮通报 不曾住了那丝的手 吃俺一把火烧了那菜园里泄雨 逃走在江湖上 东又不拙 西又不拙 来到孟州十字坡过 险歇而备个酒店 妇人害了性命 把撒家啄蒙汉要麻烦了 得他的丈夫归来得早 现了撒家这般模样 又陷了俺的禅杖 借刀吃惊 连忙把解药 就俺醒来 因问其撒家名字 留住俺过了几日 接一撒家做了弟兄 那人夫妻两个 亦是江湖上好汉有名的 都叫他做菜园子张青 其妻母叶插孙二娘 甚是好意气 住了四五日 打听了这里二龙山宝珠寺 可以安身 撒家特地来奔那邓龙入伙 颇奈那斯不肯安住撒家 在这山上 和俺斯拼 又抵撒家不过 只把这山下三座官牢牢地拴住 又莫别路上去 那撮鸟由你叫骂 只是不下来厮杀 气得撒家 正苦在这里 摸个尾街 不想却是大哥来 杨志大喜 两个就林子里捡福了 就地做了一夜 杨志诉说卖刀杀死了牛二的事 并且生辰刚 失陷一劫 都被戏说了 又说曹正指点来此一事 便道 既是毙了关爱 俺们住在这里 如何得他下来 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议 两个私杆住行 离了那林子 来到曹正酒店里 杨志引鲁至身 与他相见了 曹正慌忙至酒相待 商量要打二龙山一事 曹正道 若是端得毙了关时 修说道你二位 便有一万军马 也上去不得 四次 只可智取 不可力求 鲁至身道 颇奈那撮鸟 出头他时 只在关外相见 阴不留矮 撕拼起来 那撕小堵上 被矮一脚点翻了 却带药结果了他性命 被他那里人多 救了山上去 毙了这鸟关 有你自在下面骂 只是不肯下来厮杀 杨志道 既然好去处 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 鲁至身道 便是没做个道理上去 奈何不得他 曹正道 小人有条计策 不知中二位一也不中 杨志道 愿文梁策则各 曹正道 致时也修这般打扮 支照依小人 这里进村庄家穿着 小人把这位师父 缠杖借刀都拿了 却叫小人的七弟 带几个伙家 直送到那山下 把一条锁子绑了师父 小人自会做活劫头 却去山下教道 我们进村开酒店庄家 这和尚来我店中吃酒 吃得大醉了 不肯还钱 口里说道 去抱人来打你山寨 因此 我们听得 成他醉了 把他绑附在这里 献与大王纳斯 必然放我们上山去 到的他山寨里面 献凳龙石 把锁子拽脱了活街头 小人遍地过禅障 与师父 你两个好汉衣发上 纳斯走往哪里去 若结果了他时 以下的人不敢不服 此季若和 鲁至深 杨至其道 妙哉 妙哉 当晚 众人吃了酒时 又安排了些路上干粮 次日 五更起来 众人吃得饱了 鲁至深的行李 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 当日 杨至 鲁至深 曹正带了小舅子 并五七个庄家 取路 投二龙山来 晌午后 直到林子里 脱了衣裳 把鲁至深用活截头 使锁子绑了 交两个庄家 牢牢地牵住锁头 杨至带了遮日头梁丽儿 身穿破布衫 手里倒提住破刀 曹正拿住他的缠杖 众人都提住棍棒在前后簇拥住 到的山下 看那官时 都摆住强弩硬弓 挥瓶炮石 小喽啰 在官上看线 绑的这个河上来 飞也四抱上山去 多样时 只见两个小头目上 官来问道 你等何处人 来我这里做甚么 哪里捉的这个河上来 曹正答道 小人等 是这山下进村庄家 开住一个小酒店 这个胖和尚 不时来我店中吃酒 吃得大醉 不肯还钱 口里说道 要去凉山坡 叫千百个人来打此二龙山 和你这近村方都喜当了 因此 小人只得又将好酒请他 灌得醉了 一条锁子 绑复这斯莱县与大王 表我等村林孝顺之心 免得村中后患 两个小头目听了这话 欢天喜地 说道 好了 众人在此少待一时 两个小头目 就上山来抱支 邓龙 说拿着那胖和尔龙听了大喜 叫 叫 解上山来 且取这丝的心肝来做下酒 消我这点冤仇之恨 小喽啰得令 来把关爱门开了 便叫送上来 杨志 曹正紧压鲁至身 借上山来 看那三座棺石 端得眼峻 两下高山环绕 将来包住这座寺 山丰生的雄壮 中间只一条路上棺来 三重棺上摆住类木炮石 硬弩强弓 苦竹枪秘密地攒住 过得三处棺闸 来到宝珠寺前看时 三座殿门 一段镜面也四平地 周遭都是木炸未成 寺前山门下立住七八个小喽啰 看县父的鲁至身来 都指手骂道 你这秃驴伤了大王 今日也吃拿了 慢慢地碎割了这丝 鲁至身之不作声 压到佛殿看时 殿上都把佛像抬去了 中间放住一把虎皮胶椅 众多小喽啰拿住枪棒立在两边 少客 只见两个小喽啰浮出 邓龙来坐在胶椅上 曹正 杨智紧紧紧地帮助鲁至身道街下 邓龙道 你那似突驴 前日点翻了我 伤了小腹 至今轻肿未消 今日也有献我的时节 鲁至身睁圆怪眼 大鹤一声 搓鸟羞走 两个庄家把锁头指一拽 拽脱了活街头 散开锁子 鲁至身就曹正手里接过禅杖 云飞轮动 杨智瞥了梁丽儿 倒转手中坡刀 曹正又轮起肝棒 重庄家一起发作 并立向前 邓龙急待正扎时 早被鲁身至一缠杖 荡头打住 把脑盖劈做两个半 和胶椅都打碎了 手下的小喽啰 早被杨智硕翻了四五个 曹正叫道 都来投降 若不从者 便行扫除处死 寺前寺后五六百小喽啰 并击个小头目惊吓的呆了 只得都来归降投福 随即叫把邓龙等尸首 扛台去后山烧化了 一面剪点苍鸥 整顿防射 再去看那寺后有多少物件 且把酒肉安排来吃 鲁至身并扬至 当时做了山寨之主 至酒设宴庆贺 小喽啰们进街投福了 仍设小头目管领 曹正别了二位好汉 领了庄家自回家去了 不在话下 看官听说 有诗未证 古沙青幽隐脆微 翻味贼债甲慈悲 天生神力花和尚 弄棒磨刀做助持 又有诗一首并集阳智 有智能伸柱至身 绿林豪克主丛林 降龙府虎珍同志 寿面谁知有佛心 不说鲁至身 杨至自在二龙山落草 却说那鸭生辰刚 老都管 并这几个乡进军 小行五柱 赶回北京 道得梁忠叔府 直至听前 齐齐都拜翻在地下告罪 梁忠叔道 你们路上辛苦 多亏了你众人 又问杨提侠何在 众人告道 不可说 这人是个大胆忘恩的贼 自离了此间五七日后 行到黄泥缸时 天气大热 都在林子里些凉 不想杨至和七个贼人通同 假装做饭枣子客商 杨至约会与他坐一路 先推七辆江州车儿 在这黄泥缸上松林里等候 却叫一个汉子挑一袋 酒来缸子上歇下 小的众人不合买他酒吃 被那私用猛汉药都麻烦了 又将所子捆腹众人 杨至和那七个贼人 却把生辰缸财宝并行李 竟装在车上将了去 现今去本馆济州府承告了 留两个余后在那里随牙听后 捉拿贼人 小人等众人星夜赶回 来告知恩相梁忠书 听了大惊 骂道 这贼佩君 你是犯罪的囚徒 我一例抬举你成人 怎敢做这等不仁忘恩的事 我若拿住他时 遂是万段 随即便换书立写了文书 当时差人星夜来记周头下 又写一封家书 助人也连夜赏东京报 与太师之道 且不说差人去记周下公文 只说助人上东京来到太师府报知 献了太师 乘上书闸 蔡太师看了大惊道 这般贼人 甚是胆大 去年将我女婿送来的礼物 打劫去了 至今未获 今年又来无礼 如何干罢 随即押了一纸公文 住一个府干亲自积了 星夜望季周来 祝洛福尹 利等捉拿这伙贼人 便要回报 且说季周福尹自从受了北京大明府 留守思良中书闸付 每日理论 每日理论不下 正忧闷间 只限门历报道 东京太师府里 拆府干县道厅前 有紧急公文 要献相公 府隐厅的大京道 多管是生辰刚的事 慌忙生听 来与府干厢县了 说道 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余后的状子 已经差击捕的人跟捉贼人 未宪踪迹 前日留守思 又拆人行闸付道来 又经助养卫司 并击捕观察 帐献跟捉 未曾得获 若有些动静消息 下官亲到向府回话 府干道 小人是太师府里心妇人 今奉太师君指 特差来这里要这一干人 临行时 太师亲自吩咐 叫小人到本府 只就周雅里素歇 立等向公要拿这七个饭枣子的 并卖九亿人 在逃军官扬至各贼正身 现在十日捉拿完备 差人解赴东京 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宫事时 他不先来请相公 去沙门岛走一遭 小人也难回太师府里去 性命亦不知如何 相公不信 请看太师府里行来的军帖 拂隐看罢大经 随即便换鸡捕人等 只见阶下一人声诺 立在莲前 太守道 你是圣魔人 那人禀道 小人是三都击捕使臣和韬 太守道 前日黄泥缸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缸 是你该管魔 和韬答道 禀赴相公 和韬自从领了这件宫事 昼夜无眠 岔下本管也名手快的工人 去黄泥缸上往来击捕 虽是泪经账泽 到今未献踪迹 非是何韬代曼官府 时出于无奈 抚引贺道 胡说 上不紧 则下慢 我自尽是出身 历认到这一郡诸侯 非同容易 今日 东京太师府 差一干半来到这里 领太师台指 现十日内 需要捕获各贼正身 完备解经 若还为了限赐 我非止罢官 必献我头杀门倒走一遭 你是个既不使臣 倒不用心 以致祸及于我 先把你这丝蝶配远 恶君周 燕飞不到去处 便换过文笔将来 去何韬脸上赐下蝶配 周字样 空注慎楚周明 发落到 何韬 你若或不得贼人 重罪绝不饶恕 正是 脸皮打稿太乖张 自要平安人受殃 见面可无凡做计 本心也和戏商量 却说何韬领了台指 下厅前来到使臣房里 会集许多做工的 都到机密房中商议工事 众做工的都面面相去 如见穿艳嘴 勾搭于塞 竟无言语 何韬道 你们闲长时 都在这房里赚钱使用 如今有此一事难捉 都不作声 你众人也可怜 我脸上刺的字样 众人道 尚妇观察 小人闷人非草木 岂不省的 只是这一伙做客商的必是 他周外府深山矿野墙人 玉柱 一时结了他的财宝 自去山寨里快活 如何拿得住 便是知道 也只看得他一看 何韬听了 当初只有五分烦恼 见说了这话 又添了五分烦恼 自离了使臣房里 上马回到家中 把马迁去后槽上拴了 独自一个 闷闷不已 正是 双眉崇上三黄锁 满腹填平万壶愁 往里露鱼何处密 梦中桌边向谁求 只见老婆问道 丈夫 你如何今日这般嘴脸 何韬道 你不知 前日太守为我一纸批文 为阴黄泥钢上一伙贼人 打劫了梁中书 与丈人蔡太师 庆生辰的金珠宝贝 继十一代 正不知甚么样人打劫了去 我自从领了这道军批 到今未曾得获 今日正去转现 不想太师府 又拆干办来 力等要拿这一伙贼人戒精 太守问我贼人消息 我回复道 未见次第 不曾获得 福尹将我脸上次下 蝶佩 周 字样 只不曾填慎去处 再后知我性命如何 老婆道 似此怎的好 却是如何得了 正说之间 只限弟弟和亲来望哥哥 何涛道 你来做甚么 不去赌钱 却来怎的 何涛的妻子乖绝 连忙招手 说道 阿叔 你起来厨下 和你说话 何清当时跟了嫂嫂进到厨下坐了 嫂嫂安排些酒肉菜书 烫鸡杯酒 请何清吃 何清问嫂嫂道 哥哥推杀欺负人 我不忠 也是你一个亲兄弟 你便设遮杀 只做得个鸡补观察 便叫我一处吃斩酒 有圣魔辱没了你 阿嫂道 阿叔 你不知道 你哥哥心里自过活不得理 何清道 他每日起了大钱大午 哪里去了 有的是钱和米 有圣魔过活不得处 阿嫂道 你不知 为这黄泥缸上 前日一伙饭枣子的客人 打劫了北京梁中书 庆贺蔡太师的生辰纲去 如今 记周福隐奉住 太师君旨 现十日内定要捉拿 葛贼解经 若还捉不住正身时 便要赐配远厄君周去 你不见你哥哥先吃 福隐 刺了脸上迭配 周 字样 只不曾甜甚磨去处 早晚捉不住时 时事受苦 他如何有心和你吃酒 我却才安排些酒食与你吃 他闷了鸡食了 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 我也肥肥的听的人说道 有贼打劫了生辰纲去 正在哪里地面上 阿嫂道 只听的说道 黄泥缸上 和清道 却是甚模样人结了 阿嫂道 叔叔 你又不醉 我方才说了 是七个饭枣子的客人 打劫了去 和清呵呵的大笑道 原来嫩地 知道是饭枣子的客人了 却闷怎滴 和不差精细的人去捉 阿嫂道 你倒说得好 便是没捉处 和清笑道 嫂嫂 道要你哟 哥哥放住常来的一般儿好酒肉弟兄 闲肠不彩的是亲兄弟 今日才有事 便叫莫捉处 若是叫兄弟闲肠挨得鸡杯酒吃 今日这伙小贼道有个商量处 阿嫂道 阿叔 你倒敢知得些风禄 和清笑道 只等清歌临危之计 兄弟或者有个道理就他说了 便起身要去 阿嫂留住再吃两杯 那妇人听了这话说得蹊跷 慌忙来对丈夫背戏说了 何涛连忙叫请兄弟到面前 何涛陪住笑脸 说道 兄弟 你既知此贼去向 如何不救我 何清道 我不知甚魔来厉 我自和嫂子说耍 兄弟何能救的哥哥 何涛道 好兄弟 休得要看冷暖 只想我日常的好处 休记我闲实的歹处 就我这条性命 何清道 哥哥 你管下许多眼明手快的工人 也有三二百个 何不与哥哥出些力气 良兄弟一个 怎就得哥哥 何涛道 兄弟休说他们 你的话言里 有些门路 休要把与别人做好汉 你且说与我些去向 我自有补报你处 正叫我怎的心宽 何清道 有甚去向 兄弟不省的 何涛道 你不要呕我 只看同胞共母之面 何清道 不要慌 且带道至极处 兄弟自来出些气力 拿着活小贼 阿嫂便道 阿叔 胡乱就你哥哥 也是弟兄情分 如今被太师府军铁 利等要这一干人 天来大事 你却说小贼 何清道 何清道 嫂嫂 你须知我只为赌钱上 吃哥哥多少言语 但是打骂 不敢和他争设 闲偿有酒有食 只和别人快活 今日兄弟也有用处 何涛现他话言 有些来厉 慌忙取一个十两银子 放在桌上 说道 兄弟 全将这银子收了 日后补得贼人时 金银断体赏赐 我一例包办 何清笑道 哥哥正是即来抱佛脚 闲时不烧香 我若要搁个银子时 便是兄弟乐恨哥哥 快把去收了 不要将来赚我 哥若如此 我便不说 既是哥哥两口而我行陪话 我说与哥哥 不要把银子 出来经我 何涛道 银两都是官司欣赏出的 如何莫三五百贯钱 兄弟 你嗅推却 我且问你 这火贼却在哪里 有此来历 何清拍住大腿道 这火贼 我都捉在便袋里了 何涛大惊道 兄弟 你如何说这火贼在你便袋里 何清道 哥哥你莫管 我自都有在这里便了 你只把银子收了去 不要将来赚我 只要长情便了 何清不慌不忙 却说出来 有分教 运城县礼 引出仗义英雄 梁山坡中 聚起晴天好汉 直教 红金明信传千古 清史功勋播万年 毕竟何清对何涛说出圣人来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